我們看這題 這題A的座標是3-1 RB的座標是1-5 C座標是12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可以用座標來表這個項量 所以A這一點的座標 你如果把10點貼在O上面的話 那麼OA就是等於3-1 就是說 3-1 這個是A點 這一點座標是3-1 O點假設是原點 那麼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OA 就可以用座標來表示 就表示成3-1 這種的話是航向量的表示法 事實上你也可以這樣表示 有時候這樣表示方便 有時候這樣表示方便 這個是這樣等於 事實上這個等於 OB 減掉OA 以後 我為了方便 我就把OB 省略成B 把OA省略成A 也就是說 把它省略成B 減A B這個項量代表OB 那B這一點就可以代表這個項量 那A這個項量的話 就代表OA 那A這個項點就可以代表這個項量 所以就等於這個 1減掉3是負2 5減掉負1是6 好 然後再來看這個 這個就等於到 等於是B C C 減B 那C減B C減B 4減1是3 2減5是負3 這個就是 OA減OC 減C 那就等於 A減C 3減4是負1 負1減2是負3 這個就是 CA的作標表示 好 他說 如果AB等於CD 那D等於多少 好 好 這個就是 那就可以 這個可以展開成 D 減C 那你就說 D 事實上是等於C 加上AB 這樣子 C的這個作標是等於12 AB這個項量 就是 這個減這個 是負2 這個減這個是6 所以加起來成8 那這個加這個是2 這個加這個是8